世界北京國際電影節 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正式開幕 當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電影人士 就像王曉明、吳宇森等等 而向來紅帝之間都是女星爭議鬥禮的戰場 那這次的戰果是怎樣? 一起看看吧! 重頭戲一定是出爐的金像獎影后 張九厚張子儀 以透視白色上衣再加長褲 梳了一個臀部頭 感覺乾淨利落,夠浪費高貴大方 而另外見掛大場面的范冰冰也發今時的角色 以藍色河葉邊腸菌露出畫畫的香肩來迎戰 以及電影楊貴妃戲中的演員 吳尊等人齊齊行行地址 然後就換上雖然換上小石的頭絲腸菌 什麼是女性的穏味,掛了給大家知道 而另外長澤正美和宋慧鐵就先走穩陣路 以黑色性的莽妝示人 而至於劉亦菲就以劉堅低紅眼妝而現身 簡直好像善女下凡一樣 那究竟最後誰姓誰夫就交給大家畫室了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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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